好 我們這邊來看一下煉獄大哥齁 這邊先不要看到吃油就跑掉 吃油是可以換聖誕老人的 主要是解91那一關快一點點而已 好啦 這邊的話是大哥沒有輸 煉獄信獸狼通關這次全新地獄集的攻略影片齁 來 第一關這邊稍微洗一下技能 路過就會變成火 所以也不用太擔心回血跟攻擊的部分 而且血量很多啦 所以第一關這邊慢慢洗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好 那這邊第一關帶走 第二關是不能手消到水 那新珠是也不能被消的 好 這邊一樣先去一坑 嚕一下 這邊基本上就是 慢慢嚕 然後他就會死去了 好 這邊只要不要手消到水都好 好 這一回合就轉的比較認真一些些喔 來 這邊帶走 好 第三關 好 第三關 數字盾 好 這邊有弱轉無效 所以前一關也可以稍微留一點火下來啦 好 這邊要稍微算一下珠子的數量齁 因為二三就真的比較麻煩 你要嘛 三乘六加五 要不然就是五乘四加三 好 不過也算太久了吧 偷嘴一下 好啦 這邊的話是開招 開大哥炸掉木星 這個珠子越來越多了 好可怕 應該是想直接一個空轉過去吧 就是直接靠著火 單單只消火就有二三顆這樣子 好 這邊就 灌過去 沒問題 來 接著第四關是五屬牆加索祭 這邊巴哈姆特是可以解鎖啦 不過就只有解鎖龍齁 那這邊的話就是直接 紅愛下去無事 然後龍克也補下去了 這邊是只有索祭沒有索攻啊 好 這邊最後有到七千分喔 好 這邊帶走 來 十四康的宮前盾 好 這邊先加combo 好 用大哥直接去無事宮前喔 好 火哀黃泉算是 埃及黃泉裡面比較不雷的一張了吧 加combo特別有用喔 好啦 來 這邊的話就直接去轉 那要注意喔 前五顆會變火人牆 所以你不要把你看好的版面打亂掉 好 這邊轉一個六直行 OK 就直接灌過去了 來 接著第五關是首消指定九康喔 好啦 這邊就是 你沒有吃油就用聖誕老人吧 好不好 這邊要先一回合稍微偷一下 OK 好 還要再繼續偷 來 這邊直接開加combo 然後吃油也開下去 那就直接去轉九康版面就好 好啦 其實換成聖誕老人原理也是一樣啦 好 接著第六關首消指定的珠子喔 來 一開始遇到暗 還卡住 這個就真的比較麻煩了喔 這個就真的比較麻煩了喔 好 這邊暗有四顆了 這邊是可以全部消掉的 好 那這邊也盡可能的讓火珠集中到中間來喔 不要卡在左右的風暴裡 不然等一下首消全火那一關會比較麻煩 那一回合啦 好 現在是首消全水 那這一回的陷阱是燃燒 好 不過大哥不怕火喔 直接轉就可以了 好 接著是首消全光 那嚕過去會變成問號 好 前五顆不會啦 但是這邊還是要小心喔 好 這邊稍微把火留在中間 好 那這邊火留在中間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好 首消全火 好 來 冰封圍城 這邊開紅愛去還原齁 但是這一回是要首消全木 現在是沒有木的狀態 就先一回合讓給他 好 接著首消全木 那要注意喔 不要轉得太high 把木不小心轉成火了 因為已經沒有失誤的空間了 好 這邊開龍客 欸 這邊的話是有什麼神奇的步數在嗎 還是說要把大哥技能洗回來 蠻出乎我預料的齁 居然是在這一關開龍客 我們就拭目以待 看看有什麼 玄機 好 這邊就再一次 那最後CD1的時候首消全木把它帶走就好了 這邊已經不能失誤了齁 好 這邊就首消全木 好 這邊就首消全木 好 大家有看出來這個岩池是在洗什麼嗎 應該是把大哥洗回來吧 好 那最後這邊會燃燒三個位置 所以大哥是也不怕啦 就是直接嚕過去 還可以回血齁 很方便 好 那這邊每回合有打到2億的話就有打到25%了 這一隻是25%盾 然後 打4800無視減傷 好 那這邊就也是慢慢去跟他耗就可以了 好 這一關跟炭治郎一樣啦 基本上 不怕火的隊伍在這邊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齁 還有一個不怕火的叫秦始皇 那一個男人 不知道會不會有人 用秦始皇A過去 好 那等一下的2血是點燃盾加單擊10億 那他這邊是沒有帶點燃的角色的 好 1血這邊帶走那2血單擊10億 然後一回合減攻99%齁 這一回合應該會先讓給他才對 應該不會99%減傷的情況下硬去扛這一回合 好 這邊就稍微看一下怎麼表演吧 好 其實他這種帶吃油的 還是盡量不要去開到吃油吧 要真的讓人家幸福啊 就是說 沒有吃油也是可以過的 好啦 最後這邊招式都跳起來了齁 就是一個招式拳下 這邊再開紅愛 好啦 那就感謝觀眾提供這個 煉獄大哥 沒有輸喔 通關這次的地獄集關卡 來給大家做參考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譜